汉王朝是如何走向崩溃的 其实中国历朝历代走向崩溃的原因 基本上都差不多 核心就是钱的问题 而导致朝廷缺钱的原因 往往也都大差不差 顶多是形式不一样 西汉王朝在建立之初 就把秦朝的二十级军功绝制度 也给搬了过来 这军功绝可不仅仅是评价 一个士兵功劳大小的标准 同时他也是授予一个人 土地拥有量的限制 比方说官内侯最高95请 四车数长88请 大上造86请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同爵位的人 多只能拥有这些土地 超过了 那你就是出了经济问题 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理解成 是一个对于大地主们 限制财富的一种手段 你再牛 你家里的田地 只能按照你的决位大小来定标准 不能超标 就有点类似于某些级别的领导 办公室不能够超过多少平一样 但是任何制度只要实行久了 那就有漏子可以钻 特别是朝廷 如果说政策发生了偏移 那对于某些家里有决位的人来说 简直就是过大年 西汉在汉汇地的时候 朝廷没钱了 既然官方没钱了 那自然就要把目光放到民间了 于是乎官方就开始大量的售卖爵位 这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卖官欲爵 后汉书的说法是 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 以免死罪 这句话的意思是 在汉汇地的时候 拥有爵位的人本身是可以免死的 你如果是小老百姓犯了死罪 只要你花钱买个爵位 那就可以用这个爵位来顶罪 那就没事了 汉文帝时期为了赈灾 干脆就不用免死这么复杂了 直接对商人开放了爵位的买卖 说起来和后来乾隆卖红顶子 好像也差不多 可见封建地质解决问题的 简直就是一脉相承 那随着拥有爵位的人变多了 朝廷赚的钱也变多了 同时也就意味着 可以拥有土地的地主们也变多了 因为爵位高低 本身就意味着土地的持有量 成为国家的既得利益集团 关键的是他还可以避税 怎么样 是不是有点名墨是深的那股味了 这些人拥有了土地之后 那自然是需要有人去耕种的 所以大量的农民就被这些有爵位的人 和土地的持有者 纳入到了自己的名下 成为了奴婢 这个听起来好像挺低贱的 但是奴婢如果遇到了好一点的主子 那说不定就有翻身的机会 像魏青魏子夫 都是平阳长公主家里的奴婢 要知道西汉国家的税收 主要的来源就是自公农的人土税 一旦这些自公农 全都变成了地主豪乡家的奴婢 那自然也就减少了西汉的税源 但是大家别忘了 这些有爵位的人 本身也是西汉王朝的既得利益集团 要么是开国共勋 要么是皇亲贵妻 要么就是花钱买来的 大家都是自己人 都是来西汉朝廷来分蛋糕的 本身也是朝廷制度的制定者 怎么可能指望他们自己割自己呢 于是乎汉朝的奴婢问题就越来越严重 哪怕西汉一直在打击这些豪强 可是打击完之后 没有新的土地进行分配 这就使得流民的问题也更加严重 王莽酸汉之后 倒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结果立马就被踹翻了 世家大族根本就不肯动自家的土地 直到刘秀的出现 与这些世家大族形成了妥协之后 才让汉朝这层皮又挂了一百多年 等到了东汉末 世家不再需要这层皮的时候 于是就把大汉这块布给扯了 为什么东吴这帮人动不动就要投降 他们就是典型的汉朝地方豪强形成的地方大族 每个人手里面都有一大堆的土地 真打起来那是要影响自己家收成的 很多时候历史就是这样 一个朝廷的创造者们会相信后人的智慧 能够让这个朝廷维持的更久 但是他们的后代也就是既得利益集团 往往会考虑的是如何把自己的阶级特权 和国家的利益给剥离开 等到有一天朝廷的壳用完了 那这帮后人反而会揣自己的被窝 好 好